那么大家好 欢迎来到零基础股票入门系列视频 这个视频呢会手把手的带你学习股票投资 看完以后能够听懂股票老手说的那些黑话 也能学会基础的股票交易 可以说是很适合股票入门的小白和新手的 所以也希望大家先点赞投币 并且关注我 后面也会分享更多持续的干货 首先我们在学习股票之前 需要问自己一个问题 你准备好炒股了吗 因为在社会上呢 很多人对炒股都是一个负面的影响 认为炒股是等于赌博 甚至有些人在相亲的时候 都会把炒股作为一个减分项 如果你相亲对象炒股了 说明他的赌性很强 那么我肯定不能和这样的人过一辈子 在这个社会呢 对于炒股都有负面情绪的情况下 我们为什么要选择炒股呢 很简单就两个字 为了赚钱 因为现在社会的压力越来越大了 大家好不容易赚了点钱 总是想理财的 有句话经常说是 理不理财才不理你 至于最后才是理你还是理你呢 这个就很看大家的投资水平了 现在常见的投资方式 其实就那么几种了 要不就是放银行或者余估榜 要不就是买基金 但是买基金呢 其实很多偏股型基金本质上 还是基金经理在帮你买股票 它的水平我们就暂且不评价 该亏的钱肯定还给你亏了 管理费还是一分钱都不少收你了 所以有很多人可能就在想 既然都是去买股票 为什么我不自己买呢 我还不用交管理费 对不对 而且自己想买啥就买啥 还有更高的自由度 这是为什么很多人开始接触到炒股 并且是想要炒股 那么我们要问自己第二个问题 到底有没有做好心理准备 首先新手们可能都听到 大家说股市里面七成人都是亏钱的 来炒股很大概率都会亏钱 那么你能克服自己对亏钱的一种恐惧吗 或者说你心里面准备好亏钱的打算了吗 因为做这个视频的时间实际上是处于行情不是很好的时候 所以可能新手入市的意愿不是很强 一般来说新手入市都是在行情好 大家闭着眼睛都能赚钱的时候 很多人也是误打误撞 就觉得自己是股神 因为新手入市就有个关环 在行情好的时候 你有可能随便买点什么都能赚钱 然后第二点需要思考就是你准备投入多少去买股票 其实股票它最小单位是一把股 有些股票很便宜 你可能买一手只需要几百块钱 几千块钱就能买一手 所以也不一定是说一定要几万块钱 几十万块钱才能炒股 只要你心里面做好准备 你就算手里面只有五千块钱也是可以炒股了 第三个问题就是你的投资目标是多少 你是想着收益率是跑赢银行就行 跑赢鱼要保就行 还是说你想通过炒股养家 就是让自己的收益率达到稳步增长 甚至可以超过自己工作的收入 最后实现财富自由 就像很多股市神话里面的人那样 大家可以把自己的回答打在公平上 我相信大部分人其实没有那么宏伟的报复 炒股呢可能只是一种资产配置的手段 只是想我放股市里面 如果能够实现年化10%的收益 其实就很满意了 但是随着你炒股的进行呢 你可能会忘掉自己的初心 所以我希望大家在准备炒股前 时时刻刻先问好自己自己的问题 就是我们去年华 不过 这一年华 就是我们去年华 这一年华 我们去年华 的